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非碟午餐 銀奶精掌煮 歡迎來到非碟午餐 我是銀奶精 哇 我們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們今天立委點將 是我們專業的財經立委 賴士寶在我們現場 歡迎賴委員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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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奶精美女 委員 我看到就說 您在立法院這麼多年下來 就說在堅持的推動 這些財經立法 或者是各種各樣 專業型的法案 你會不會在民進黨 2016年拿下立委過半的時候 有這種很深的無力感 會 就說當這個專業 到了立法院之後 卻是承受的是他們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和挑戰 這其實是一個很無奈的一個情形 是的 我在立法院時間十幾年 我是這一次選第五屆 那麼我記得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馬英九其實很節制的 他的權力都不敢用 他不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憲法對總統是沒有約束能力的 他不用到國會來啊 他手不伸進來 按照我們的憲法 我們監督對象只有行政院呢 行政院長啊 他是總統的 等於是 沙包一樣 他來被我們打 總統不會痛啊 了不起媒體罵 他如果跟媒體關係好 像現在子 像蔡英文跟綠民的關係這麼好 也很少批評他啊 是不是 所以現在看到綠民也大部分在批評國民黨啊 他不批評執政黨 執政黨才握有權力嘛 他權力多大 比如說 總統他可以分配的位置 七千多個位置啊 對不對 他掌握的預算 兩兆左右 但是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喔 國民事業加起來四兆耶 這麼多的錢 然後 沒有人監督啊 沒有人監督啊 所以你就發現到說 他愛用什麼人就用什麼人 然後一下像 像口一哥 最近就很多人跟我講 他說啊 你們應該做個文宣 應該做什麼 就說啊 我們子弟啊 再過去傳統嘛 然後 這個 我考上高考 放鞭炮 旁邊就有人說不用放鞭炮喔 因為你升不上去啊 上面都民進黨人就卡住了 到現在為止 民進黨上任之後 增加了250幾個位置 不要任用資格的 耶 就這樣子 250幾個 那這個 這些位置 等於是他 本來是沒有無中生有 像初轉會 檔長會 無中生有 有的是本來是要文官 對 我高考幾個 一步一步 五指等 六指等 一點 一滴一點 往上走 有人講說九指等叫什麼 就等很久 對 十指等就等到死 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因為 他們就增加很多機要任用啊 對 機要任用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子 還要他改很多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 這個蔡英文其實 以前我們都認識了 他以前當過立委跟我們同事過啊 你們在政大也是同事嗎 我覺得政大也是同事 對不對 對 那我們都認識我覺得 他沒那麼 怎麼會當總統變一個樣子 現在我的感覺就是 他只要 他只要 無視於體制耶 他只要當總統 其他隨便你們 他等於 誰講的 好像 呂秀仁講的 我覺得講的非常好啊 他就是想當這個總統 其他你們要怎麼分 怎麼去抓 政府的資源 隨便你們抓 你們愛怎麼弄就怎麼弄 很糟糕 所以你看像比如說 國營事業 他就讓派系大家去分配 全部派系 只要你們大家那個吃飽吃滿 然後一起來鞏固我的這個位子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在這個立法院 呃特別是說 他很多的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這個立法 可是在這個民生法案上面呢 他就罔顧這個專業啊 然後最近呢又得意洋洋的說 他們這個預算的什麼收支這個平衡 但是他把那個潛藏的這種這個債務 他的特別預算都沒有算在這裡面啊 都不管 對啊 比如說我這樣講好了 蘇貞昌的任命 蘇貞昌任命也是世界奇蹟 他選舉輸了三十萬票 他可以當行政院長 然後這個侯瑋贏他快三十萬票 要跟他報告 要跟他要錢 對不對 本來說這個年底要有個什麼 那個那個檢訊要通 要通車什麼 他最近又把他砍掉了 是不是 這也是世界奇蹟 我們可以看到就這個樣子 那完全就是一切就真實掛帥 他就是為了要連任 那怎麼樣讓他連任方便 那現在他發現說 這個這個諸侯通常是有國民黨的 可是沒有關係 他都是用那些敗選的當 你看陳其邁當副院長 這個林佳龍當 這個佳龍部長 都掌握很多資源啊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為什麼要找他們 雖然他們輸了 他們後面還是有票 啊會感恩戴德啊 說哎呦我選輸了 你結果還讓我當這麼大的官 我就感激你啊 對你效忠啊 他是這樣他是為了他的下一任 我覺得最慘的是什麼 是台灣的經濟 嗯嗯 我本身是經濟的 我一直很注意這個經濟 比如說 自由經貿特區 對 這麼重要的 我們看啊 新加坡 人口是多少啊 嗯嗯 他的地只有高雄的六分之一 四分之一 是不是 他現在已經到了 我們所得 每一個人所得到的 差不多六萬美金耶 台灣兩萬多 嗯 四小龍來講的話 我們這麼低 他是我們的三倍耶 對 我們賺大陸錢 一年賺八百億美金 嗯嗯嗯 然後他現在全部就是 全面的反衝 都這樣子幹 而且您還記得就是說 那時候蔡英文在 2016年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在美國演講的時候 對不起 他在美國演講的時候 也提到 他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有提到 他提到說 他們會去推動 那個服貿的法案 你還記不記得 是 根本就完全 他監督條例都不給你審了 對對對 他完全就是 不用 當選了之後呢 他就把他擺在那個地方 提都沒有再提啊 特別是剛才這個 賴世保委員呢 提到這個 經貿這個特區的部分呢 其實對於 現階段的台灣來講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這就在於是 當這個RCEP呢 可能明年 明年生效 CPTPP已經生效了 對在這種狀態之下 台灣就完全的 徹底的被邊緣化 所以台灣自己弄這個 經貿特區 對我們的這個經濟發展來說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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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緊的一件事情 可是沒有人在意啊 這個我跟我們幾個委員啊 財經委員 我跟曾明忠啊 沛洋太推這個案子 他們就亂幫打死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案子 韓國瑜 也提 這個案子就是很簡單嘛 就是人進來或出去 那很方便 那他就認為說 哎呦 這個有點類似 把台灣變成有一塊 就中國大陸的東西 來這裡了 他叫洗產地 所以變成Mating Taiwan 從Mating China 變成Mating Taiwan 這裡哪有那麼簡單 全世界WTO 這個蔡英文是WTO的專家 是啊是啊 他的論文是寫這個的 是的 他知道什麼叫 你什麼時候可以掛Mating Taiwan 你要駕駛一定多少才可以 而且他比例 比例也很重要 有一定的比例 對他有一定的比例 就是你這個產品的製造 或什麼有一定的比例 他不是像 就是說我覺得民進黨 他為了要去打 就是說這個政見 因為是韓國瑜他也主張的 所以呢他就 呃無所不用其極的 枉顧事實 枉顧專業 那我覺得最糟糕的是說 還有很多的這個學者 而且也是號稱 財經方面的這個學者呢 跟民進黨這個唱歌 我覺得就是平白的 把台灣的機會呢 就一直流失 然後就一直拱手 讓我們的周邊的國家 可以有機會呢 去賺這個財 我回到剛才所提到的啦 嗯 因為蔡英文的 人事任命 不斷的給大家 一些 hint也好 或者就是一些 啟示啊 就是什麼 只要你 站街頭 上街頭 只要你站在民進黨這裡 很大聲的講 意思很鮮明 顏色很鮮明 你就管錯 嗯 有沒有專業都不重要 嗯 你可以看一下他們 任用這些官嘛 嗯 是不是 全世界我還看不到一個民主國家 外交部長斷交五個國家可以 七個了 那七個是之前的 對啊 在武昭縣任內是五個 五個 他還可以做外交部長 全世界沒有的 他不管 為什麼 效忠啊 他大家都知道了 喔 然後你看 檢察官 一把那個 馬英九起訴的 就升官了 嗯 所以幾乎他 手是伸到每一個部位區的 大法官都他 他提名的 所以你就發現到說 你要官做嗎 對不對 小英給你 但是呢 你先效忠 嗯 你要效忠 你才顏色對了 通常有 顏色不對 你講破了嘴 怎麼看說 這個對台灣不好 真的不好 你可以看嘛 我們現在台灣 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 薪資不到三萬塊 對 對 我覺得看那個好辛酸 好辛酸 十六年來 我們的薪資沒有成長 沒有成長 嗯 真的我都很難過耶 我真的看得很難過耶 對 但是只要在選舉的時候 高喊這個捍衛主權 好像那個票就被他 就奇怪咧 對好像這個義和團一樣 像李敖講的嘛 這個統獨一做就零 對 很奇怪 那這個東西 國民黨當然要檢討啦 說我們 老是碰到這樣的題目 我們都不會去 去跟他 去跟他去弄 抗爭 抗爭 抗爭或是怎麼樣 因為他一打這個牌 就有票 很奇怪 在縣市場裡面沒有票 可是總統他就有票 是但是我覺得說 在專業 這個像賴世保委員 他們在專業上面的堅持 其實他是為了一個長遠的 一個發展 這些事情才真的是 對我們自己的這個未來 這個至關重要 不只是您提到的說 要去推動這個自由經濟 這個自貿特區 這個自由經貿特區 還有這個那個發電的問題 發電的問題 對重啟核四的問題 然後年改的問題 重新的檢討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 重大的這個事情 我可以這麼講喔 前一陣子 你會發現到有些餐廳都關掉了 對 對不對 有些大餐廳都關掉了 然後有一家 我不要講他名字 一講名字 大家都知道是誰開的 在這裡開了三十五年 他告訴我 那天我去吃啊 我們幾個朋友去吃 總共就一桌 就我們這一桌 是喔 烤家做得很好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是哪一家 老闆告訴我們 三十五年來 沒有這麼機場 是喔 對 為什麼 年改的問題 大家不要消費 對 路客不來 大家不要消費 所以那個是道地當然是屬於 屬於像中國大陸的菜啦 這不是台菜 不過基本上台菜也一樣 所以你普通一般的 沒有說很高檔喔 中等餐廳大概都很辛苦 你就是要那種接近路邊攤那種的 比較很便宜很便宜的 生意好 可是路客不來夜市也很慘啊 是啊 但是蔡英文還是非常的得意的 告訴大家 我們是四小龍之手啊 然後 他是講成長率 對 然後 他沒有講到全部的數字 是然後我們在這個股市呢 到高點等等喔 但是呢 這些呢 跟我們基本上 民眾的真實的感受呢 是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說如何的讓這個專業在立法院 發揮他的功效啊 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了過去這三年多來 民進黨在立法院單獨過半 他是如此的這個自意妄為啊 我們今年呢 明年的投票的時候 你還要讓民進黨繼續的 一黨獨大的在立法院 這樣子蠻橫下去嗎 非常謝謝這個賴世保委員啊 希望這個專業的這個委員呢 能夠呢再次的啊 進入這個立法院啊 為我們大家捍衛 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上面的權利 謝謝 謝謝賴世保委員 委員呢 是這個文山中正區的這個立委 文山區跟南中正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的選區 你是幾號啊 我是六號 六號 所以我們現在是 他在他的這個選區裡面啊 來跟大家這個談談話啊 談談他這個 在這個專業立委上面的這個重要性啊 謝謝賴世保委員 謝謝謝謝 謝謝